當然新的版本會有很多延伸出來的 後面都叫Activity 實際上都延伸出來的 從它之後所變化出來的 那你會想說 那我為什麼不直接講後面的 那到底很簡單 因為後面的東西 複雜度當然相對的越來越高 而且有些東西 它也是在Activity的基礎之上 所做出的一些相關的變化 所以如果說你要了解的話 還是要先從源頭了解起來 我覺得會比較單純一些 不然的話 像我們新的版本24 又多了一個什麼什麼新的 也是開頭是 你們應該如果新的時候 應該會自動出現也是Activity 後面一定是Activity 那其實它就是有點是 它的繁衍出來的子子孫孫 所以很多子子孫孫 那開頭一定就是Activity 根源 那其實Activity前面它還有繼承其他的 比如說它源頭好像也是從Java而來的 OK 它是Context OK Context而來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脈相承 但是如果說你要再向上追溯的話 也許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所謂的Context Context 不過說真的 我為了要了解Context 我會去翻很多書籍 但每一本書講的都不是很清楚 每一本書真的 而且官方的說法也是你讀完官方的說法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什麼叫Context 那簡單講起來 我的理解其實就是一個畫面控制機 畫面控制的一個機制 當然不只是控制畫面 還可以去控制很多東西 所以相關的理論上就是有Controller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不知道理解是不是很全面 但是我實際上RUN的結果大概就 它應該是做這些事情 除了畫面控制之外 還有做一些可能相關的資料的相關控制 所以它基本上C的角色 就是控制M跟V的配置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到底對不對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有與其是去念很多人的這個理論 倒不如從實作當中找答案 所以這些都是我找到的答案 但是我不敢說一定是百分之百對 但是是我經過實作推敲出來的 因為我找不到答案 看半天奇怪它講得好抽象 講的這個東西是什麼什麼什麼 它可以做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還是不明白這什麼 後來我慢慢慢慢 那大概我做了超過 可能跑了1000個以上的APP 慢慢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一直要強調你們實作 再實作再實作 因為實作過後知道 你慢慢就知道理論是什麼了 但是如果你念了很多理論 不去動手做 都是空的 這是我的心得 因為我的念書的時程也非常 我是一路上中間就沒有中斷 我是念到博士B2才去當兵的 所以我是34歲去當兵 所以我的 我最老 我的年紀跟營長一樣大 所以常常營長直接來找我 直接找我去辦公室聊天 很妙 所以我都直接跟他們好好溝通 對 因為他們也很擔心 我在裡面 因為他們覺得我是 所以我還沒退伍前 直接那個軍團主任就找我去聊天 說還有一個月退伍 他說我覺得你可以先不用再去了 可能因為他好像知道我知道太多事情 他怕我 他先做身家調查一下 他說 你以後其實可以不用進去部隊了 因為我覺得你可以先做你想做的事情 OK 然後諸如此類的 我發現一個月 而且甚至很奇妙的耶 其實部隊雖然說是很 很那個的地方 可是實際上也是一句話的事情 其實沒有任何的命令 你真是不用去部隊了 這個是 OK 那重點就是說 就是activity的生命週期 OK 那這個生命週期裡面的話 其實他會有一個對照的圖表 那個圖其實好像在這邊我沒辦法顯示 基本上你可以從 或者我可以把它彈出 到那個外部 其實activity是有一個生命週期圖表 他基本上就是我上次給各位看到這一張 這邊是沒辦法顯示 基本上他的生命週期一定是 前面是什麼 unstop 再來什麼 uncreate 這邊 他這邊有相關的有沒有 unstop unrelune 等等的這些 那這個圖我先把它顯示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生命週期 可以實作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他的生命週期 有時候實作就大概知道了 比如說我今天我把它先back掉 他會先run什麼呢 unpause unstop undestroy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把它啟用 比如說我按home鍵 基本上他會執行什麼 第一個 unstop unrelune ok 就開始了 其實應該會觸發一個uncreate才對 只是uncreate我好像那個上面沒有寫那個toss 那如果我把它back掉 不用home鍵的話 unpause unstop 但是沒有什麼 undestroy 意思就是說它還在memory裡面 所以你直接再按home鍵 它又點擊它 它又 不是unstop unrestart 再unstart 再unreune 有沒有 那直到你把它跳掉之後的話 它才是unpose unstop undestroy ok 所以生命週期 因為這個當然不用死背 直接實作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需要實作幾個 unstop unresune ok 兩個對不對 uncreate uncreate已經固定了 那另外的話呢 當它跳離的時候會有三個 unpose unstop undestroy ok 然後多一個restart unrestart ok 那總共會需要實作七個方法 但是有一個uncreate已經預先做了 那另外六個方法我要怎麼讓它產生 ok 那其實 蠻多時候你們去interview的時候一定會被問到說 欸 請問一下那個activity生命週期 請講一下 ok 那就剛剛的答案啦 那實際上它怎麼實作出來的 首先的話呢 因為這邊我們會需要 把什麼呢 這些方法都叫出來 那這些方法 其實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哇這麼長 這麼多六個 那怎麼把它叫出來 實際上就跟那個uncreate option menu這個一樣 如果說呢 你原來沒寫對不對 你要自己讓它先產 那你也可以自己慢慢call 把它背起來 不過我倒是比較不介意 因為你很容易打錯 ok 你怎麼打 奇怪 因為我之前也是給同學看畫面 開始照畫面打 怎麼打都會打錯 很多同學拼錯啦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從call裡面的over override override指的就是複寫 複寫什麼呢 複寫那個複類別的方法 那也是複類 比如說我們是main activity 其實所謂的繼承 繼承 關鍵字就是extense 那extense就是 這個是兒子寫在前面 這個是爸爸寫在後面 那因為呢 他這個是 我繼承了他 那如果說我可以沿用他原來的方法 他本來有方法 比如說是uncreate 那我也可以不要繼承他 我可以什麼 改變 就是說我載入的方法 可能我爸爸有載入方法 自己的方法 但是我不要用他的 我要自己寫各位可以 那我要自己重寫的話 這個叫做override override是複寫 override 翻譯叫複寫 ok 不應該可以翻譯得更好 複寫 我覺得改寫會比較 好像可以顯現 複寫有時候感覺好像複蓋 不過字面上是這樣 其實感覺上是 兒子改寫爸爸的方法 那基本上你繼承他之後 因為一個類別裡面不外乎兩種東西 一個是屬性 就是裡面的資料 一個是方法 那當然你繼承他 你就具有他這兩種特性 那你如果改變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改寫裡面的什麼 比如說剛剛那個menu裡面 第一個要uncreate uncreate的時候要怎麼 options menu 你想說要把這東西 這個方法把它全部打出來 還真是有點困難 而且不要打錯 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override裡面就有了 請你往下找 這邊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說 有沒有activity 對不對 他裡面有這麼多方法 這麼多方法 這麼多還沒有 這麼多 那其中有一個一定是什麼 un開頭的 uncreate option 所以你往下找一定會有個uncreate options menu 在這裡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 你要把它引用進來 你就把它點亮 找到之後按OK 它會出現了 有沒有 那基本上你就把剛剛的那一行補上去 比如說那個 比如說我們就是那個 那個infector 把那個infector把它載進來 那個部分可以把它打上去 OK第一個 就是當uncreate option menu 就有了 OK 所以你再補一行就可以 第二個是什麼呢 那個options menu被點擊的時候 所以你往下找 有沒有 一定會有那個 那個部分 你就往下找 有一個options 那你就往那個unoptions menu 那個部分 去找到之後 一樣 怎麼樣呢 把它點擊 unoptions item 有沒有這個 去把它點擊一下 然後他就會出現 我們要的這個方法了 就是同樣的方法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實作請 有幾個 就是說 底下如果說我要找到什麼 剛剛顯示出來的 像比如說我執行那個 這個 它會有一個unstop 有沒有 unresume OK 然後呢 跳離的話會有三個 unpause stop undetroit OK 然後還有一個unrestart 那這幾個方法怎麼找出來 其實也是一樣啦 你知道嗎 你就是override裡面 找到歐開頭的 所以往下找unstop的話 這邊應該都會顯示出來 stop 在這裡 stop 等等的 總共會有六個啦 還記得那六個吧 剛剛已經秀了好幾次了 ok unstop unresume uncreate 跳離的話unpause unstop undetroit 然後如果再 如果按home鍵 home鍵再回去的話 會多一個restart 按restart 有沒有 啊restart這邊有沒有 restart 欸有對不對 那你直接怎樣 先把它點一下按OK 它就出來了 那我實際上就是在這個中間這邊 super這個上面寫了一行叫什麼 tost 把它tost出來 所以tost出來的話 我把它back回來 OK 那基本上呢寫出來喔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在每一個方法的下面 只有寫一個啦 tost 它現在 那一樣 只是文字部分顯示的就是什麼 用make test 顯示unstop 然後呢 時間的話呢 就是只有一秒鐘 啊最後把它秀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會有顯示 剛剛的這個效果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生命週期的 這個 這個幾個啦 總共有六個吧 OK在這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至少你可以了解一下啦 基本的那個activity的生命週期 生命週期部分 我們要到一個小消息 我會有很多的 能夠 我會有很多的 那